第二章 基督被人厌弃,被上帝揀选 所以,你们既随去一切的恶毒、诡诈 并假善、质道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乃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掌,以至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上帝所揀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工 作圣结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越纳的灵制 因为经常说 看那,我把所揀选、所宝贵的防角石 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作了半脚的石头,跌人的盆石 门头是被揀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圣结的国民 他们既不信从,就在道理上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是被揀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结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述 现在却蒙了连述 施欲与灵魂争战 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女,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委扬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及上帝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是佛恶上善的神宰 因为上帝的旨意 愿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总要作上帝的伯人 无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上帝 尊敬君王 教导作伯人的 你们作伯人的 凡事要传敬畏的心 信服主人 不但信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辟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叫良心 对得住上帝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事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 借在上帝 看事可喜爱的 你们蒙照 愿事为此 因基督 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 他的脚忠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 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已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变相 你们变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 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 却归到 你们灵魂的木人监督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